大家好,我是于太太 嗨,GIGITO 今天要用勒索片来做一个手链 先介绍一下要用什么材料 材料就是当然要有勒索片 还有把手环串起来的有弹性的绳子 工具的话呢,就是勒风枪 会把它弄上 还有打动机,胶带,剪刀,纸巾 还有麦克笔,色颜色的麦克笔 还有这个锥纸 还有把勒索片压平的一个板子 随便找一个板子就可以了 还有我们刚刚画好的图 还记得我们闪了前几天讲的绘本 齐威和齐莉莉去海底冒险的故事 里面呢,它有一个手链 这个,这个 对,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海底世界版本的锁环 对 所以呢,我们已经事先画好一些图 然后我们等一下勒索片就照着这些图去把它剪出那个样子出来 然后我们再上颜色,再用勒风枪把它弄小 对,把它吹,让它缩小 好,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们就是先把我们要剪的图固定在勒索片上面 因为怕剪的时候会... 要怎样吃 就是怕剪的时候会歪掉 不要怎样吃 切一边边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是... 把它剪出来 对 好,我們已經剪好了所有的勒索片 那我們現在第二個步驟就是要把它打洞 打完洞之後,我們就是要上顏色了 就是要用麥克筆,我們下面要墊一個被子,也可以畫到桌子 那我先示範一個,我們先選好要的顏色 然後要準備好一張紙巾 我們就是用麥克筆這樣子 然後很快的用紙巾把它擦一擦,抹一抹 然後再做一個圓桶 我們先去裝一個圓桶 然後再做一個圓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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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一個了 好,那換桶桶把它進去 好 那很漂亮吧 好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垃圾片都上完颜色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把它进行下一个最重要的动作 就是把它缩小啦 那这个是之前做好的 所以它缩小的比例大概就是缩了80%左右这样子 对所以你们在画图的时候就可以以你最后完成要多大去画你那个图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们修修拿一个辅助的工具 锥子或是你有你没有锥子那个笔也可以就把它压着 避免它飞走 对 那我就吹它 它现在要慢慢变小了 对 它缩起来 它 它 它折起来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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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哇 来 快点快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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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哇 米 鲁锅 咦 吱咱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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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5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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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我們已經 吹好了 然后因为这个材质就跟我之前试做的时候用的是不一样的热缩片 所以这个好像比较大一点 它缩的缩小的比例比较没这么多 然后还有这个是透明有一点磨砂的 那这个的话它是有点半透明 所以缩完之后它其实就变得有点白色 就不透光了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串起来变成一个手链 好 所以它每一个热缩片有很多种 所以每一个你可能就要试试看它缩小的范围是变多小 然后可能要多试几次 因为我本来预计是可以缩这么小 所以做起来就刚好是童童 适合童童带的大小的手环 家长们可以在家里跟小朋友一起做哦 那应用范围也很广 你可以做成钥匙券啊或是名牌啊或者是别针都可以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和分享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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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